3 Give me your Hello 大家好 我是露小草 今天呢要做一个拯救 由头女孩大作战 今天会测评这三款产品 这三款产品 概括来说都是 假装让你的头发不有的产品 过来录这个视频 我真的说了两天都没洗头了 我这次真的牺牲很大 施滑扣的蓬蓬粉 有三款产品的话 我要把我的头分成三部分 接下来就用这一款解决一下我的 左断点头 我的妈下雪了 这款产品呢 我是在一个朋友的安利上买的 它可以用来应急 因为它很小一个嘛 它就那么大一个 我把我手指拿回来对比 跟我的脸对比就好 不行 这样写着我脸 它跟我手指说 它就那么大 因为它很小一个 我那个朋友告诉我说 它不容易什么倒出来之类的 但是我每次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手抖了哈金森吧 每次都倒出来很多 这款产品就是属于那种 你看不能摸 因为它摸起来会有点色 但是看起来还是那种很蓬松 然后很松软的感觉 是雾面效果的那种吗 油头线的旧型 但是它的持久度也没有那么好呢 也就半天吧 一皮丝的干发喷雾 我要为这款产品贡献我的右半点头 OK 你让它在你的头发上面待一会儿 然后你再用手去抓它 效果会更好 这款产品呢就是使用起来很方便 直接喷就好了 也不会出现一小时倒多了 但是它会有味道 就是很香的味道 是香味 我这款我买的是椰桃 我怎么没闻出来吸引它 因为它是含有稻米成分的 所以它可以吸到你头发上面的油脂 它的干爽持久度非常高 它可以让你的头发一整天都保持着干爽 我一般用这款产品是假设我两天都没有使它 当然只是假设 早上出门之前喷一喷 到我晚上回来的时候 我头发都还是保持着很干爽的状态 而且它用完了之后摸上去是那种滑滑的 然后感觉头发很细很软的那种状态 但是这种产品就是最好不要重复使用 你用了这个之后当了一天的精致盖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哎呀还是不想洗头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又用这个 就会发现你的头发会有一点颗粒掉下来 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 就有点恶心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可能三四天不洗头呢 对不对 第三款产品是这个MO1 我会打在这里的 这款产品就是也是我一个朋友安利给我的 我那个朋友跟我安利这款产品的时候 但是上次你看他说这种马卡文的少女粉 就很适合女孩子 但是其实也超级毛后就说 嗯嗯嗯嗯 对呀疯狂点头 买回来之后 心酸只有自己知道 看好我把它打开上去 这样子吧 花仙子飞舞我的天 我那个朋友还跟我说 你可以把它当散粉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如果把它当散粉会怎么样 我们就先不说 你拍了头到你还要是拍脸 是怎样那种感受 这款产品拍脸就是非常的假白 而且是我用过的所有散粉令人最难用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想着一下子就能把两件事情做了 要刷一一一点 我先把它拍给你 卡文了你看好明显的 超级干 虽然我是真的想分红迪斯塔 但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我还是要为他贡献出我的后脑勺 他只配我的后脑勺 给大家用一下 这样把它拍在你的头顶上面 真的不知道这些商家是怎么想的 怎么可能你拍了你头发有的东西 你跟我说他可以用来当散粉拍脸上 拍脸上拍头上的还都是一个粉扑 这样不会很不干净吗 真的是生气 而且它好像就是比较难抹匀 我看不到我的头顶是什么项目 我只能抓个大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简单来说这款产品就是非常的不好用 我觉得这款产品呢 就只能当甜蕁散花 你在你的朋友面前不要一抹水水 他不配我你吼了啥 结束 总结一下 这款看着好用但是摸着色 当然你要是没有男朋友摸你的头 我觉得也可以用 但是容易倒多了 用的时候注意一下 这款使用方便但是有点香 但是这样子上班也想出 你相信这个味道是 还好有脸 而且摸起来很顺滑 19度能保持干爽一整天 这一款不要买 好就这样 拜拜